你好 我是林仙怡 赶快带您来关注山徒儿台风 走了一个晚上到现在都还没有登陆 我们赶快来看到目前它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可以看到现在呢台风的这个环流呢 都已经碰触到台湾的陆地 而且几乎是涵盖了整个全台各地区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台风中心 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像前两天这么样的明显了 这就代表呢它的威力正在逐渐的被破坏 不过现在它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所以呢预计呢它就会以中度台风的规模 在今天中午前后的时候 从南台湾的高雄屏东这一带来登陆 其实它中心点现在已经非常靠近了 但是呢在昨天晚上到目前为止 它其实走的这个速度跟距离呢 真的都很小哦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 整个台湾地区有很多的地方都传出了灾情 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一些强烈的环流对流的影响 当他们扫进了台湾之后呢 包括整个东半部地区 新北市高雄屏东台东花莲的山区 现在的雨势都是持续累积在下 另外呢风力的部分 现在高雄屏东也要起风了 而且这个风力是非常强的 真的要提醒大家台风的威力不容小觑 来看到现在目前它的最新位置哦 现在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是在高雄走到了西南方的四十公里 不过距离登陆这四十公里的距离 它还要再走三四个小时 所以我们刚刚才说了到今天中午左右的时候 它才会登陆 主要的原因是它的速度到现在都还是很慢 现在只有八转四公里 还不到十公里 所以它这样慢慢走慢慢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强度不会再增强了 但是它的近中心的风速 还是有十二级风以上 这个十二级的风呢 碰触到台湾的陆地 如果是从高雄登陆的话 高雄的当地就会感受到明显的风势 如果呢是在往南的屏东 或是往北的台南的地方 也都一样 只要是靠近台风中心的地方 这个风势都是非常的强 但是呢过去这段时间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 跟十级风暴风半径 有稍微的减弱 我们预计呢在它登陆之后 它的强度会持续的减弱 到了明天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就认为热带性低气压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就很清楚的发现了 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呢 它的暴风半径接触到陆地 整个当地的风雨开始变强 主要呢就是在高雄屏东一带 而在中午中心登陆之后 一直到晚上这段时间 是它的暴风圈涵盖在台湾陆地上 范围最多的时候 所以今天的一整天呢 其实这个台风的感受上 都是很强的 到了明天的时候呢 因为它受到了地形上面的破坏 再加上东北季风南下 冷空气也会破坏它的强度 所以在它的这个台湾的陆地上的时候 慢慢走的过程当中 强度越来越弱 预计呢它很快的 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威胁还是存在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风力观测 首先要提醒大家 现在呢气象鼠发布了这个台风的强风警告 针对的是高雄市跟屏东县这两个地方哦 接下来有可能出现呢 平均十二级风震风达到十四级以上 这样子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到了十级以上的风 就有就有破坏性的威力了 那么到了十二级以上的时候 都会严重的致灾 所以气象鼠也呼吁大家哦 现在就是要尽量的呆在室内 来躲避这个强风的威胁 而我们继续来看到 其实旁边为您列出来的是呢 现在已经观测到的风力 可以看到在这个澎湖台东 都已经出现十二级以上的阵风 另外十级以上阵风 也有很多的地区 从北部的文化大学 在桃园 苗栗 彰化 南投 云林 到南部的高雄 都已经观测到十级以上的阵风 而接下来呢 随着台风的靠近 这些阵风呢 都还是会持续的增强哦 主要就是在呢 整个西半部的沿岸 可以看到都是有红色圈圈出现的区域 尤其是在靠近最台风接近的 高雄 屏东 台南这一带 风势呢 可能都会出现 我们刚刚提到的十一级 十二级以上哦 所以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另外来看到雨量的部分 今天呢 可以说是呢 在新北瑞芳 短时间之内的强降雨出现 从今天凌晨到目前为止 已经突破两百毫米了 这个雨势呢 是来到了大豪雨的等级哦 所以呢 在新北瑞芳 也传出了一些淹水的灾情 另外在台东的津风 这个地方呢 都是这两天 全台湾累计雨量第一名的地方 而今天也是持续的在下 刚刚提到的这个阳明山风 是很强 雨势也不小 可以看到今天凌晨 开始到现在 已经来到了一百六十一毫米以上 而且现在也都是持续的累积哦 我们来看到总雨量的排名 从这个三天前到目前为止 全台湾雨量最多的 就是在台东的山区 另外屏东春日呢 也有逼近突破上千毫米的雨量 而在高雄的桃园 跟花莲的山区 雨势也都是持续的累积下来 但是现在的雨量 跟总雨量的预估 还有一段距离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你看到 桃红色区块跟白色的区块 这些地方的雨势 都还是会非常的明显 而今天呢 东北季风下来了 北部地区 也会开始有雨势出现哦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 就是现在的雨区的预报 今天白天的时候 台风中心登陆了 所以可以看到 整个图片上面来说呢 这里的颜色最鲜艳 因为台风正在通过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的时候 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但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呢 慢慢的往北走 所以呢在南部地区的雨势 可能会比今天白天的时候 明显的稍微小了一些 但是呢在北部地区的雨势 都还是会继续的持续的累积 那么在花莲的山区的部分 也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地方已经下了好多天的雨 这边的地势是特别的脆弱 好另外来看到 在明天的白天 台风呢远离减弱缩小 所以呢可以看到 在南部地区的雨势 是明显的缓和了 但是呢整个东半部地区 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呢再加上了外围环流 残余的水汽所以呢主要 就会把这个雨带转为在 北部的地区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了 那么一直要到明天晚上 后天清晨的时候 整个降雨是明显的趋缓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温度的变化 也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东北季风下来了 所以包括北部地区呢 都会有一些比较转凉的感觉 白天的高温呢 都不会超过30度以上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